好 各位观众朋友 很难得的机会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户外做专访 这个地方是一个格斗教室 这可能是我访问几十年来 第一次探价咖访问人 因为我们来到了馆长的格斗室 今天我们来到这些网路上 从网路上红到整个社会上 其他的社会媒体 就是我们馆长欢迎 你好 各位好 馆长其实我们坦白讲 你现在红到几乎台湾 所有政治人们都要上你节目 这个是他们来找我 我是没有去找过他们 都是他们来找我 他们认为可能有帮助吧 你觉得呢 可是我认为这个事不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不会去 我除了怎么讲 因为我问的一些问题 他讲的好当然是加分 讲的不好就扣分 我要讲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里 不是我来接受馆长采访 我尽量采访你 虽然你也被采访过 不过我想那个感觉 我们来探索你 我眼前看到馆长出现的时候 就感觉第一个印象好大只哦 对 那第二个其实你眼前 你戴着项链佛像 其实很醒目 你有宗教信仰 其实我们这个宗教信仰是一种 跟你们认定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我们认定的是说 把这个东西佩戴在我们身上 我们只要把自己做好 那大部分人是去求嘛 有所求嘛 但是我们是去来提醒我们自己 要把自己做好 这是不一样的 对比较不一样的 还有第三个特征 馆长一出现的时候 那些刺青就明显 这个图形有没有一定的逻辑 有 刺青其实都有意义 其实我也是跟年轻人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刺青人很多 那男生女生很多 年轻人 以前我也是年轻人 现在我是老了 那四十几岁的人 我可以说是四十五岁以下 有刺青的人是偏多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年轻人讲说 如果你要闻身的话 你要有意义 很多人都会说 我看明星闻什么闻什么 不然就是没有 我们这个都是有意义在 那你的意义是什么 呃 像这个我之前讲过嘛 像我有一些 像这个就是在提醒我说 这个是 跟我们这是一个写实的嘛 这是我人生嘛 就是 一个好的一个不好 就是善与恶 一边是观世音部长 这边就是等于是 比较神明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比较属于修罗恶魔的部分 就是跟我们讲说 其实人都是一体两面 只是看你如何偏哪一边 你要偏善良的那一边 还是要偏邪恶的那一边 但是我们做人 我们不可以太过善良 也不可以太过邪恶 要忠忠的 所以这有意思喔 你的意思就是说 左手右手 左手代表你的善的一面 右手代表这个世界 恶的一面你都有 对 就是说我们做人要有黑 就像这个世界有白天有黑夜 对不对 全部都白天 全部黑夜世界不就完了 那做人也不能太好 他还要被欺负啊 你要有恶的一面嘛 就像古时候我们佛学讲的 这个菩萨也有修罗像 你知道吗 不用霹雳手段 整显菩萨心肠 那时候他出来就是一个修罗像 佛有两个 一个就是很慈祥 一个就是当看到 极恶的东西的时候 他要处罚他的时候 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跟你讲 他是一个修罗像出来 去惩罚你 因为佛都这么做了 何况是人 所以人不能太好 也不能太坏 我们今天来就再探索一下 其实馆长 从网路上直播出去以后 哇 这个俨然是超级网红 你觉得你吸引他们的原因 就像你刚才这样讲法 我吸引他们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什么事情 我都敢放在镜头前面跟大家讲 我的节目 我的秀是没有编排 我没有任何的 这个小超 我没有任何今天有像 像你们做电视台的 很多后制制作人 没有 我就镜头打开了 我就是 讲我的人生 讲我遇到什么事情 看到什么事情 或者说我们社会上这些政治人物 什么事情 或是我们这些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边开始 那最早当然是 从我的外观想 当然是先教健身 跟这个格斗的东西 然后慢慢慢慢的 所以慢慢的 看我的族群 也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他们喜欢听真话 可是你现在 天南地北都讲 政治经济社会 你的观察 什么都谈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在网路上的观念 我觉得这是不对 就是想说 那你看那些名嘴节目 我们打个比方嘛 在一年多前 我曾经骂一个节目 他来讨论我叫格斗 他讲的天花乱醉 可是 可是我讲一次摆了 我 他说他是财经专家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他不是介绍他什么专家 那财经专家出来讲格斗 那你们可以 我不行吗 我讲述的不是说 我是一个专家 他们都挂什么专家 什么专家嘛 那我讲述的是说 我们人民眼睛看到的东西 然后讲给大家听 大家有共鸣嘛 有共鸣嘛 那基本上 我们台湾的官员的素质 议员也好 立委也好 是讲难听一点 如果以实力 以做私人能力来讲 我应该不输给他们吧 那每一个都令人喷饭啦 对啊 讲出来一些东西又令人 卖国的卖国 舔共的舔共 像今天的新闻 我看到一个议员就说 反正 有奶便是娘 有给我钱就是老大 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 回去看一下 像这种政治人物 我们会输他吗 他连我的脚趾头 都不够 那你有没有可能也跳出来选举 我不会 因为我当年 我差不多在两年前 去年啦 去年是最平反的 去年 我比较站在 国民党那边嘛 有去看看这个新人 大家都在说 你这么积极 你是不是要出来选 骗 你怎么会骗什么骗什么 一下讲政治 你是不是要出来选举 那时候我说我出来送我 对我就答应我的观众群 反倒是现在很多人希望跟我出来选举 因为台湾 原来看起来现在是没什么希望 老人辞政 然后这些人做十几年的立法委员 十几年的议员 还在做 奇怪 这十几年来台湾变好了吗 没有耶 那你现在改变新意了没有 你觉得强壮的可能性 我没有 因为我这个人讲话算数 因为我头没有凸嘛 我也不信函 所以我说话一定要算数嘛 所以我说话一定要算 当然我有跟观众群讲 如果十几年之后 我老了 那 我有闲钱 国家需要我 那时候我将是 就像现在郭台铭他讲的 他是太有钱了 但我愿意出来服务嘛 我不是要赚钱的 但是要等我老一点 那你现在 像你常常就是上网路直播出去 需不需要准备 不需要 我都不需要准备 因为我的反应算不错 因为人生 当你人生历练够 其实人生历练就是在说 我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所以太早出社会 我十五岁就出社会 看的事情多 接触的事情多 包含我们是没有钱的 所以 基层干了久 然后苦水多 然后 直到现在当老板 所以他是一个整套的系列 我人生还蛮完整的 还比较完整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 我们特别杀到了館长的格斗教室来 就是我们要探索到館长 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的 节目不太一样的角度 我想从你小时候挖掘起 OK 我们听说你小时候 其实也是过得还蛮樸实很辛苦 应该是说我们小时候是那种标准的那种连续剧里面那种很惨的那种家庭 所以我爸爸等你爸爸 就是我妈妈是 我妈妈是 因为以前以前的人嘛 现在叫人呢 你跟他讲这些听不懂 以前的人 我妈妈就是一种 以前是不是 大家没饭吃 那怎么办 把小孩子卖 同样席嘛 所以我妈妈是被卖的那一个 卖去给我 现在要叫表 可是事实上我没有亲戚关系 但是 因为被卖去做同样席嘛 三毛干纳 就是丫鬟 以前还有 卖到瑞芳 然后当然是我妈小时候也是很可憐 就是被欺负嘛 你一个外来人进来干嘛 就是 帮忙带小孩 带三个小孩 他们有三个小孩 然后煮衣 洗衣煮饭 我以前也去住过 你知道 洗衣煮饭是 那炸燥 那真的是噴茶叉 去烧火 然后滚那个水 然后水拿到盆子里面 然后跟冷水调和这样 然后蹲在那边 就是很原始的那种 就散的那种整个地方 我们是这样子 去生活 我妈妈从小是这样子 所以我妈妈嫁给我爸爸的时候 是小老婆 她在外面认识的啦 后来出来的时候也是被羞辱很惨 从那个家庭出来的时候 是 你看喔 我妈妈说 她 嫁给我爸爸的时候 那因为她说 你同样形容 我妈二十岁的时候 你要从这个家门出去可以 你脱光衣服出去 二十岁的女人喔 她叫她全身脱光 站在马路上 你就可以出去 你就可以嫁 羞辱她嘛 我妈 我妈就是蛮惨的 那 当然 生我跟我姐的时候 就是 我爸那时候 很小的时候 因为我妈是小老婆 她就回去 美国 美国那边是大老婆 两个年纪又她去太大 我妈二十岁 我爸已经四十八岁左右 她太大了 因为小老婆嘛 小老婆就是这样子 然后生小孩 然后我爸回美国就逛 糖尿病 因为我爸也是 听说啦 因为我跟她根本不熟嘛 我小时候对她印象 她也没带过我几次 因为她在我差不多几岁 很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三四岁就走了 所以你看就是 一个女人带两个小孩 然后在以前那个年代 真的是很辛苦 那你们怎么过日子呢 你记得家里 没有 因为我妈妈 为了我们去 去以前 以前那种时代 那也不是酒店 以前没有酒店啦 以前是舞厅嘛 那舞厅就是陪人家跳舞 你也知道 跳舞、人手、斗手 以前不叫纯朴啦 以前像纯朴啊 以前的兄弟是 去逛街市 大家要民主 就去 我妈是靠这样子 然后当然中间也有交男朋友 然后也会帮忙嘛 也会帮忙养小孩 但是 我们还是很辛苦啊 那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妈已经老了嘛 就也没有交男朋友了 也没有干嘛工作 就是 剩下一点点钱 然后那时候我就 都会去打工 我都要出来打工啊 不然就是 那都做些什么工作 做些什么工作 就是有什么都做啊 十几岁小孩能做什么 欸很简单啊 我觉得 你要赚钱 以前 我们以前那个 我们芦州 就是有那种工厂 就是工业区 以前不叫工业 以前就是乱盖嘛 以前就是像我们现在 芦州的藏龙路 藏心路 以前全部都是工厂 从那边一直到山明路去 全部都是工厂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芦州的小朋友 又有同学啊 因为其实 其实我们芦州的小朋友 很团结就是 因为打的都没好过 有人好过 有人像我是不叫惨 有的其实大家都很轻松 爸爸妈妈都是工 因为在这种地方 父母都是弄做钢 我们老婆弄做钢 那怎么办 你们就好玩嘛 就手牵着 那时候也很有胆 现在十五岁小朋友 你哪敢 家长都忽略来不及 我们是自己走出去 一间一间工厂兴趣 老板有缺人吗 这样一直问啊 一定会有问到的啊 因为以前 以前那种同工 没有那种规定嘛 以前没有什么勞机把 反正就是 你看他 你好像很诚心诚意这样 老板就好 那你才做 一个小时给你多少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想到要去当兵啊 去重建啊 因为 你知道啊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他 或者说很多学长他 你看他们 他们放假是 都要跟人家拿钱 我們哪有錢啦 你要跟誰拿 對啊 以前當兵五千嘛 那你放假啊 你回來是家裡是準備錢要給你在 不然就吃飽了什麼的 對不對 啊 我們 壞命啊 我們沒辦法啊 所以我去中心的時候我就說我要簽 我要簽自願意 因為他有講一個條件嘛 就是說我退休金啊 不多啦 二幾萬 三年半當晚 然後我想說不然比較辛苦 也許這是個機會 那你總共當了多久的兵 我當了三年半 那是海軍陸戰隊 對 海軍陸戰隊 那你是享用的一種齁 對 很累 很辛苦 有接受過什麼訓練 都合格嗎 我的訓練蠻多的 講不完 但是我是很多項的教館 我其實 我在當兵來說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士官 非常 當然中間也發生很多事啦 也被調單位 然後也做了蠻多任務 然後其實最可怕的是 我們當兵的時候是讓我學最多的 我今天會有這個成績喔 這個陸戰隊功不可沒 所以我為什麼那麼喜歡陸戰隊 那你學到了什麼 我學到了 什麼叫做 沒有不可能 軍隊就是這樣 什麼都可能 都做得到 我命令你一分鐘洗完澡 你覺得這可能嗎 那你就得做啊 我命令你 看到那棵樹從那邊 從那邊跑過去然後爬回來 你認為這你會做嗎 對不對 然後你覺得快昏倒的時候 日震當中快40度 你快昏倒了繼續走下去 繼續走啊 繼續衝啊 你覺得這可能嗎 在軍隊很多東西是不合理的 因為不合理的 環境之下會造就不一樣人才 有沒有受不了的時候 受不了一定有 可是當你沒有退入的時候 你就得瘦啊 不管你去死嗎 就是當你身在一個環境的時候 你沒有靠山 你沒有背景 你沒有家事 你只有服從嘛 你只有做 做個場景看 我是最棒的 我是可以的嘛 我們只剩這個啦 我們沒有錢沒有家事 我們只剩 我們自己可以表現出來 代表說 我們是一個職業軍人 是一個好的 是一個這個精實的 所以你這樣衡量 你發現其實你在海軍陸戰隊 你們是很接觸很優秀的 到時候出來的時候 成績都比別人好 我覺得我是 這一點我是 的確我是比較敢講 我在當兵的時候 是全心全意 而且連放假 我連放假 因為我沒什麼錢嘛 放假我也是 去運動 去跑步 這不是很賤嗎 就是人家 你當兵操得不夠 你放假出來 還在操我自己 對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阿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成為 我想要讓人家看得起 你懂嗎 你從小時候 人家都看不起你嘛 我是被霸凌長大的嘛 那 當你進去軍中之後 你有官街 我們是士官嘛 那 我們是管人家的人 所以我們把自己要求好 做兵 做到獎章嘛 對 獨特獎章 所以 這個館長有意思的地方 他應該左手是佛像 右手是社會的 他認為是比較 其實 光明跟黑暗面 結果 你在當兵時候 做了很多光明的事情 可是 你又看到社會的不公平面 可是 你自己承認喔 你自己承認喔 說你當兵出來以後 阿你也走入黑道 因為我們小時候到大 去山盧地區 我還沒聽到的 四個都沒看 四處都是啦 你的朋友一定很多都是兄弟 那我們從年輕人跟他們卡在一起 後來我們去當兵回來 又遇在一起 後來我就跟他想說 不然 也是一個契機 就是那時候公司 在改變 他已經 我們那個公司已經 快不行了 所以我也 也把我辭退 那 我剛好這個機會 我就 加入 棒派 那你剛開始在工作 那個公司你是做什麼工作 我是做那個外務啊 就是送貨 送雜誌的 我那時候沒試那麼多 但是有 開始慢慢 人家出門外 看你會怕嗎 其實不會 其實我覺得店家都還蠻好的 其實 其實社會是這樣子 因為 我也叛逆過 我也 我也想要凸顯我自己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 不但是刺青 然後 頭髮都剃得很少 我那時候我都是光頭 然後 我年輕的時候就縫低鎖 我年輕的時候 剃得三本頭一身 然後 短頭髮也染金色 然後耳環掛十幾個 以前我是整排戒指整排耳環 現在耳環都拿掉了 因為年輕嘛 覺得這樣很帥 所以 你看我那時候幾歲而已 那時候才二十出頭歲 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年輕人在想什麼 我懂 我們以前很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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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很少有我這種人 你加入幫派 你擔任什麼工作 因為那種分發 其實幫派他沒有所謂的工作 其實台灣幫派很單純 他其實是一個 講來聽一點 他沒有什麼組織性 其實幫派就是這樣 就是 沒有薪水 他怎麼會有組織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 大哥帶著你做 有的是債務 討債 有的是這個 做那種賭博的 有的是那種 反正我們的身份 就是一開始 有的是做八大的 鐵頭啊 酒店的 我們只是進去幫忙 講來聽一點 跟做服務員 沒什麼兩樣 做服務生沒什麼兩樣 要進去包廂啊 老闆啊 大哥 不是說像你想像說 當黑幫進去 有個爬爬爬爬台 不是 是當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是 跟老大這間店 我們老大開的 然後我去管 我們還是要以理相待啊 不管什麼客人來 甚至一些 正常的客人 不是兄弟的進台 摔杯子什麼 我們還要進去陪校 啊不要這樣 因為 大家是要賺錢的嘛 對 所以就是在八大 打滾了一段時間 然後也沒有賺到錢 然後 然後後來又去做 做蠻多的啦 做 也有去學工程的東西 然後就這樣 從27歲 一路混到35歲 這樣子 這七八年的 黑道歲月喔 有沒有變成我暗敵 我就是有一個 就是最近也鬧一個 人家誣陷我 七上千顆嘛 我就是一個傷害罪 就是一個傷害的 然後人家還判緩刑 因為第一次出犯 那傷害罪這種東西 講難聽一點 我今天你打我一巴掌 我告你就有了 也是判緩刑嘛 我們就是這樣嘛 就動手打 不是還不是我打 是我下面的年輕人去打 打完了之後我來扛 因為我們叫人家去的嘛 然後就打起來了嘛 然後當然我們要出庭 出庭就是被判一條緩刑 就這樣 算蠻幸運的啦 只是暗底不多 沒有什麼暗底啊 因為你危險的事情 你不碰怎麼會有暗底 就打打殺殺嘛 那你真正的功夫 我講的是功夫 是武功的功夫齁 什麼時候開始練的 我比較早期是自練 然後也有 在二級歲的時候 也有打一些拳擊的東西 然後一直到27歲28歲 混黑道之後 因為很多人都接觸 一直到30歲去拜師 其實這中間過程很艱辛啦 其實我的運動 我是從17、18歲就開始練 然後打拳練 然後一直到30歲才去學散打 然後後來才學了更多的東西 其實我在混黑道的這段時間 我的運動跟我的訓練 我中間還有去比賽 我是沒有在停的 我是沒有在停的 甚至我還有教一批小年 都蠻能打的 所以那個時候都在練功 那時候就是 黑道就是 反正就是去外面看看 有什麼賺錢的嘛 或者說 有什麼工程的東西啊 或者說 甚至我還去賣過面膜 我還賣過仿的LV包 對啊 可是你那麼大隻的 看起來很 雄壯威武器 要賣這些女性用品好賣嗎 因為小弟會去賣啊 我們就是出錢給他們賣啊 給他們生活嘛 我們就是有人有一批貨 韓國的面膜 一片十塊 那我們就一定是花幾萬塊 那給小弟大家幫我們賣 然後你賺五塊我賺五塊 大家小弟去賣 還不錯 但是後來沒貨 就是 就有東西要搶啊 然後我就覺得這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 那時候早期的淘寶 台灣人還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很多黑道 也沒有什麼本事啊 他都去買淘寶回來啊 因為大陸的東西 仿的A貨還蠻像的嘛 他就拿去林森北路賣酒店小姐 也蠻好賺的啊 你買一個回來一千多塊 你拿去賣個三千塊 他也是爽啊 因為一個正牌的 要五六萬十萬啊 你拿一千多塊買去賣 賺個兩千塊也不錯啊 這等於是批發這樣子啊 其實台灣的黑道 你真的進去混之後 你會覺得說 真的不是你想像中的 這麼光鮮亮麗啦 對也不是那麼的有制度啦 對而且很亂 因為各幫各派嘛 各幫各派還有分各地 地方有地方的小頭 又有這個地方的 什麼竹掛的四海掛的 這個天掛的 阿其實 你就看他們這些人 真的是不是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壞 其實很多人還是在做生意 生意 就是這種 像我講的這些有的沒有的生意 小東西啦 不然就是 阿不然做這麼多的 阿不然用這個肉燭的 在那邊動耶 很可憐耶 那些動那個有時候 喔 像肉燭我也動過啊 那個很難動耶 那個動到後來 你還要買涼麵買煙 買檳榔買飲料 買到後來 喔吧 就是買到後來沒賺 對啊 阿算了 阿後來也不錯了 什麼事情人家大哥 比較正規的一點 我們就去試試看 結果 我發現什麼都做不起來啊 什麼都很難賺很難做 不如我那時候覺得說 哇 我好後悔喔 不如這段時間好好工作 搞不好 還賺更多錢 對不對更有機會 但是 其實黑道這七年八年的生活 給我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給我見識開得非常廣 因為 你黑社會八大 是這個社會的最底層 最黑暗的一個面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 人性 對 我記得我以前 還被 還被罵到很難過 因為我以前 最早是去做地圖 阿姐 每個都四十歲 你知道嗎 三十八歲三十五歲 那時候我才二十 二七歲 又年輕啊 不會帶啊 不會畫台啊 不會什麼 滑糯啊 老小姐 都很久了嘛 咯咯咯我們 你知道啊 咯咯咯我們 把我們當作 小弟這樣咯咯咯 他用咯咯咯 他用咯咯咯 因為 酒喝下去了嘛 所以那時候 真的是好像 悉寒中的悉寒 然後 但是你會學習到 很多人身擺態 學到 這些小姐怎麼騙客人 怎麼去說謊 所以真點說瞎話 在八大這種地方 就是這樣 大家都騙嘛 就是小姐啊 很多東西就是騙客人啊 騙幹部啊 那其實你看一看 我們就是 那時候我還覺得 我要做得更正 所以我為什麼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因為我什麼事情 我都是有原則 我覺得 這個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Style 我就不會碰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到 非常多 就是說 你在一個最髒的地方 所以我出來做 我現在出來做生意 沒有人在我面前騙得了我 因為 你待過那種環境 最糟糕的環境之下 你出不來 你看到什麼都 這怎麼有什麼 那你這樣子 搏擊啊 散打這些 後來比較認真 三十歲 三十歲 然後就去比賽 那結果什麼樣的獎 我其實沒有打多少比賽 我打過三場都拿冠軍 但是也是 因為台灣 我這個量級的人少 沒沒的打 那你低量的更沒辦法打 我出去外面 不管是在混 我在混黑道 還是說 我那時候在 出來社會上工作 我就很想要開健身房 我都自處找人 我說我有一個計畫 我有一個計畫 但是可能是我太年輕吧 或者說 台灣 很多老闆 很多大哥 流氓大哥有錢的 他根本聽不懂 什麼叫做健身房 他只聽得懂 毒品槍支 工程 維標 這些東西 他聽不懂什麼叫做健身房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時候 我次數厚壁 我這十幾年來 我都次數找人說 欸 投資我 我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很厲害 把我推自建起來了嘛 甚至自己做 一些計畫書 送給人家看 然後 這相信我 沒有人要相信我 現在他們全部都後悔 甚至後來有回來找我 我都不要 就是這樣子嘛 人生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 你現在 好像開了好多家分店 欸齁 即將要 八月份即將要開第六家 中壢 那也不容易齁 這麼多家店 可是 這個租金成本 不容易 但是 我跟妳講另外一個更不容易的 其實我今天不只 我今天如果要的話 我不只開這些店 因為我的經營理念 跟人家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跟我很多股東之間有 買下 他們都退股 當然 我把他們股份都買回來 那對外招股喔 如果我今天成果阿雄 像我昨天就有講 如果我今天願意上市貴 有人用操盤手來跟我談 因為我太有名了嘛 他就馬上讓我上市貴 就是超幾年 從未上市開始做 然後有股東 有粉絲 大家都願意丟錢 如果我今天一點頭齁 反正你叫人家做一個企劃 加木蘇嘛 就開始滿三片野的開了 很多人不是都這樣嗎 很多店不是有名氣 啪 開始 五十籃 啪 所以你也知道自己現在很紅 我知道很多人知道我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要把自己做好 所以我不願意做這種募資 集資 但是我一定賺很多錢 我不要阿 因為你募資越多 你越多人干預我們嘛 我們花錢在你身上 你應該要怎麼樣經營 我不喜歡這樣子感覺 但是光紅不能保證你賺錢 你怎麼贏 我看很多健身房 我坦白講 光是健身房 所以我都都打 都打是因為 他們把錢拿去別的地方花 健身房本體一定會賺錢 一定會賺 我跟你講真的 你好好經營 然後你專業做好 他是一定會 但是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要用 不好意思阿 像別人的做法 很多連鎖店的做法 都是用騙 騙嘛 反正我先騙你買嘛 我先騙你進來嘛 你在運動 我就在外面一直纏著 你先毀魂一樣 你要跟我買課 什麼的嘛 然後上不完 上不完也不讓你退嘛 你應該常常看到新聞上去吧 有什麼健身房上去又糾紛 什麼健身房上去又糾紛 什麼健身房上去又糾紛 我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出來才那麼紅 因為我都不搞這些事情 那相對性的 我就比較不好賺 真的 比人家賺很多 人家的賺 是我的十倍 你對你現在擁有 會不會覺得有盛名之壘 還是說你要想辦法維持 這樣的知名度 我還是覺得我做自己 我不會去管說 什麼知不知名度 或者說累積什麼知名度 因為 我永遠這樣做自己 當然 我會一直去增加成本 把我的直播 像我最近 在弄一個新的辦公室 那他就會有一個直播間 就會有一個 就一個自己的小攝影棚 那有桌子椅子 有背景 那未來 如果要邀約來賓 或說我自己做直播 他會有提升 所以你已經想到 你要繼續可能直播的經營 對那 這是要對得起我們的觀眾 包含說我直播是有收入的 我直播是有合約的 訪問那些政治人物 做不做業配 我訪問政治人物沒有業配 我也不收錢 為什麼 因為 我認為這個就是 讓社會大眾來看 我常講 我說 我是一面禁止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講好話 跟任何人來我都不會講好話 我都一定會問 至於說你怎麼答 我就是一面禁止 我照給觀眾看 那當然就是各式各樣的答案就出來 有的人就說你在講幹話 有人覺得說 館長在問你問題 你在回避啊 那就是減分 那如果你講得很好 就是加分 你做商業業配 但不做政治業配 我不做政治業配 因為我覺得政治是全台灣人 全台灣人的事 你給人要收什麼錢 就像說很多政論節目 在那邊亂講亂編 在那邊拿錢 我就覺得很可恥 今天我們 今天是要讓我們國家變好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政治任務來 讓大家去選擇 不是今天 我們利用這個關係 我們叫人家來 然後 收人家錢 講到這個 不好意思啊 要去吐一下苦鈴 因為他說我收人家的錢 當然他馬上道歉了 他指的是你收政治任務的錢 他指的是說 我收了韓國瑜的錢 我收了中共的錢 去幫助韓國瑜做直播 去挺他 問題是 然後 他又說 我因為不挺他 生氣了 所以我把五十萬還給他 所以我才捐五十萬去 高尤市政府 那我覺得很可好笑 你以為五十萬 你今天來看過我的場地了吧 我這個場地都花了破一億 你認為五十萬可以買我嗎 那你哪裡來的經費啊 我們賺錢啊 我一個月薪水超過 我一個月要發薪水超過 我一個月要發薪水超過 一千兩百萬一千三百萬 你認為我會 五十萬可以買到 我一個月的 我的薪 我的員工三百多人 我光發薪資 就要一千三一千四 但是 你五十萬要買我 就是說 你知道嗎 當我們有名之後 很多政治的名嘴 他不了解我 他根本不了解我 他根本不了解我 這官長 官長 他不了解我們 他不了解我們的產業 他不了解我們的關係 他認為說 我們是一個可以用錢買的人 如果今天可以用錢買的話 我前面做直播 我是沒有再配的 我是最近這一年 才開始陸續的接業配 然後做自己的品牌 之前我開直播開了五年嘛 之前都沒有 對啊 怎麼買得動我 我看你好像也蠻常捐款 對我是蠻常 因為我答應了觀眾 我答應了 我從以前做健身房 就在捐了 然後我那時候跟我的會員講 我說我今天捐錢 大家通通都得到福報 因為你們 沒有今天你們來 教我的健身房給我賺錢 我哪有錢可以捐 所以第一點 第二點 當我要出來做直播 從FB跳到Twitch Twitch再跳到金剛的時候 那時候變動是很大 因為觀眾跟你走嘛 他就說你是為了錢 不是我是為了生氣 我真的生氣 因為那個CJ事件說 他說我們台灣人是Easy 非常Easy 所以我份兒 我離開那個平台 我到金剛的時候 他們合約 他們加盟金就開了五百萬 五百萬喔 五百萬喔 觀眾人家 你跳過來我電視台 我獻給你五百萬 你爽不爽 對不對 我全捐 我全捐了 捐出去了 你會拿來結稅吧 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很多人很愚蠢的是說 根本不了解公司法和會計法 這種東西是結不了什麼稅的 OK 金剛連錢都沒給我 我就要直接捐出去 這何來的結稅呢 今天就算結稅 結稅能絕多少呢 結稅 我就常常講嘛 包含現在 包含今天又有一個 在新聞上 我就不講他的名字 你說我是一個什麼 做帳本做兩本 然後再結稅的東西 OK 你問一下會計師嘛 每間公司他捐款 他有 他只是有到千分之幾 他有一個限額 你公司的贏 你公司比方說收一千萬 今年收一千萬 你只能捐多少 那個分量是很少 超過了 你就一樣算所得 一樣要給錢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捐出去 我們今天 一百萬出去 我們可以省多少歲 二十趴 我們算二十趴好了 今年十九明年二十嘛 有人會為了 省二十塊 花八十 花一百塊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結稅 這個道理是可以相通的 那為什麼全台灣中小企業 大家都捐到翻了嘛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捐 給開嘛 我今天捐沒有錯 我可以折抵二十趴 我為了省二十趴的稅金 要交八十塊 對啊 那我是不是損失八十 那是不是弱智 我捐一百出去 我只能扣二十塊啊 你八十塊還是那種送人嘛 那怎麼會 有節稅一縮呢 對不對 怎麼會有節稅一縮呢 包含我的 我的這個斗內 包含我的這個業配 我很多時候是錢 都不用到我這 說實在 這個網路造英雄 其實因為你也形成某一種 克制的網紅 那這個知名度的快速上升喔 這之前你預期不到了吧 預期不到 因為我不是忽然一瞬間碰 我不是 我是做了五年直播 就像我講的 我觀眾群是從一百個人看我 一直到現在 這麼多人看我 那如果有一天你變得不紅了 我不紅我無所謂啊 紅與不紅本來就是 像我跟觀眾講 我常會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做直播像我這樣 我都會罵觀眾 你喜歡看就看 你不喜歡看就滾 我在這邊這一台就是做我自己 我就會講我喜歡說話 那你覺得我罵髒話 你覺得聽不下去 你前面左轉嘛 你不會回家之後 你的電腦打開都是我的頻道 都看不到別台 電腦一打開就是我 那這樣OK 那這樣你當然可以說 欸你不要再開台了 對不對 我們不在乎這些啦 紅與不紅我不在乎啦 因為我是開台來 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是在我今天我有話想講 那跟誰講 跟我的觀眾講 就像你有話 你是找朋友來聊 我們在聊天嘛 做直播其實就是真實 聊天 不只是我在做 現在千千萬萬台了 你可以去外面看 每一個人都在開啊 那你現在忙碌成這樣 有沒有時間想想 你的未來 你是說你預期你未來是怎麼樣子 我預期我未來希望當然是第一個 我的主業 先生忙的部分可以陸續的開啦 然後再來是我的這個 我的品牌 因為我現在品牌非常多 我有肌肉 我有服飾業 服飾業現在要做得非常好 台灣內銷現在應該算第一名 然後還有這些吃的喝的 你現在跟黑道還有關聯嗎 還是你現在橫跨黑白兩道 我不是說黑道有沒有關聯 畢竟我們混過嘛 那我們瞭解這個生態嘛 當然我一直在直播說 我也看了好幾次直播 講好幾次主題就是說 我們來衡量一下 黑道到底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講 真的是不好啦 因為我剛初也是認為會賺錢 但是真的進去 我們怎麼賺錢 我們都大興趣了 我們沒錢賺錢 所以我一直奉勸年輕人 就是不要啦 但是你說我們現在不認識 當然認識還是一堆啊 但是認識歸認識嘛 這個世界上 沒有黑哪有白 認識歸認識 但是我們做好我們自己就好 無所謂啊 好朋友歸好朋友啊 對啊 我這樣講好了啦 今天我是一個生意人啊 明年我發瘋 我哪把刀在路上晃喔 我就是恐怖分子 所以黑不黑道 真的不是很重要 真的是這樣子 他們都還是你的朋友 蠻多還是我的朋友 其實很多都已經 都在做生意了 因為也賺不到錢 大家都做生意的做生意 上班就上班啦 做工就做工啊 對啊 好 其實館長現在橫跨企業 他其實也是媒體人 只是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性質 不過今天很高興可以跟一番對談 因為我們今天是電視版本喔 OK 那還不錯喔 我覺得今天的訪談 館長其實很收斂耶 因為我回去要剪掉消音的部分 還好啦 不多喔 好 非常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接受我們專訪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再會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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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